这个打杂少年虽然是人类 却能通过驯服地表最强种族 获得各种强大的能力 连异世界勇者都不是其对手 今天阿妙为大家带来异世界翻 驯兽师被逐出队伍后 邂逅最强少女 男主名叫雷鹰 职业是驯兽师 能够与各种各样的动物沟通 并通过签订契约 将与动物做事 虽然比起其他职业 战斗能力微乎其微 但却能够给予队伍强力支援 可就算如此 自命不凡的勇者及其他队友 虽然认为他是个拖后腿的 甚至还将他赶出了队伍 正当身无分文的雷鹰 发愁接下来怎么办时 一群孩子围了过来 大家都很喜欢雷鹰 虽然勇者一行人很强 但因为太过目中无人 而导致百姓对其观感极差 在孩子们的鼓舞下 雷鹰决定成为一名冒险者 不过因为勇者瞧不起冒险者 以至于雷鹰对这行并不了解 仔细询问之后才知道 冒险者划分为六个等级 最高S 最低F 而想要注册成为冒险者 还需要通过一项测试 那就是讨伐十只格布林 以及采集二十把草药 尽管训兽时能力再弱 但对付格布林还是绰绰有余 正当雷鹰准备收拾东西回去 就听见树林里传出尖叫 他赶过去一看 发现一名猫二少女 正被递击杀戮虎攻击 男主连忙冲上去 英雄救美 此道这头老虎物防太高 反而损坏了他的匕首 在这危急的情况下 唯一让少女趁现在快走 让对方不仅没走 还反手来了拨美旧英雄 原来少女是最强种族之一的 猫林族 为弥补用不了魔法的缺陷 这一族将身体素质进化到了极限 看看地上纳坑就知道 这软萌的妹子有多可怕 吃好喝族之后 妹子告诉雷鹰自己叫做 目前正在进行世界旅行 当他得知雷鹰的遭遇 心里内叫一个气氛 勇者是个什么玩意儿 雷鹰这么好一个人 他有啥脸好嫌弃的 虽然感谢作为自己说话 但雷鹰却理解勇者的做法 毕竟自己这么猜 战斗的时候啥忙也帮不上 将来针对上魔王 也只有死龙一条 然而作却表示雷鹰很强 又有超强的迅速式天赋 甚至能够驾驭像他这种最强种族 在作的热情白给下 雷鹰决定尝试进行契约 只见他咬破手指递到手掌上 随着作回答出名字 凭空出现了红线 将两人联系在了一起 契约成功达成 恭喜男主给他第一个后宫 也恭喜奏找到一张长期饭票 之后两人来到草地 继续采集草药的任务 雷鹰契约了一群兔子 并拜托他们寻找草药 他自然操作手段很平常 怎料作看到却一脸震惊 因为正常的训兽师 一次只能签订一个契约 这么契约一群的还真没有 完成工会颁布的测试后 雷鹰注册成为一名F级冒险者 这次的报酬只有50枚铜币 还不够住旅馆的钱 于是雷鹰找到作 准备一起去接个委托 就在这时一个刀疤链走过来 看中作的冒陵族身份 对其进行性骚扰 得知雷鹰契约了猫灵族 都把脸是100个不幸 甚至要和男主掰手腕 谁赢了谁就能得到揍 雷鹰不想男人纠缠下去 只好答应这场对决 结果下一秒 雷鹰不明白为什么力气 突然变得这么大 然后就听奏解释说 与最强种族签订契约 主人就能获得相应的强化 奏对接下来的委托期待满满 结果却发现只是采草药 身为冒险者难道不应该去拯救被拐走了公主吗 雷鹰对此很甚无奈 谁让她是F级 现在只能采药草升级 正准备采集外回去 奏突然听到一阵惨叫声 而寻声赶过去发现 一群强盗正在灵中抢劫 雷鹰见状 立刻宇宙上去营救 看到男主打度的英姿 就忍不住小脸一红陷入爱河 没错 就是白给的这么速度 被救下的老爷爷告诉两人 原本她有花钱过人保护 怎料那些人遇到强盗团跑了 虽然很感谢雷鹰两人出手相救 但这伙强盗属于七非疗雅集团 得罪他们势必会引来杀身之祸 还是赶紧离开比较好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斩草除根 这逻辑真一点毛病都没有 纵认为对方有100来号人 仅凭他俩估计打不过 可男主却表示有个主意 两人来到强盗团大背营 雷鹰临时契约了阿尔风 而这种蜜蜂拥有麻痹毒素 一旦被遮 起码半天无法动弹 趁着奏回成长人的时机 雷鹰又契约了一群阿尔风 然后仅凭一己之力 捣毁了强盗团大背营 与此同时 林郑脱逃的林和米娜 将责任全部推到入队的新人头上 说他身为训兽师 却只能契约一只松鼠 根本无法及时提供情报 然而新人却表示 训兽师本来就只能契约一只 同时驾驭很多只 只会让神经不堪重负 听到这话连很是诧异 明明雷鹰就可以契约很多只 他不愿相信男主的强打 只认为眼前这人在撒谎 为了维护勇者小队的名声 林使用武力 威胁新人 强迫对方扛下任务失败的责任 另一边 雷鹰等到支援 却发现强盗团的大本营 竟然有三只C级魔物蜥蜴王 换成以前的雷鹰 或许会不知所措 但限制了他拥有最强种族的力量 轻而易举就能放到C级魔物 这让逆袭成为英雄的雷鹰 发自内心的感谢奏 这件事情之后 雷鹰不仅提升了冒险等级 还得到了相当丰厚的报酬 他带着奏到处采卖物资 又吃了炖风式晚餐后 来到一家旅店入主 得知店里只剩一间房 雷鹰便打算另外找一家 但架不住老板娘助攻技术好 让她被迫与奏睡在一间房 座表是一点也不介意 但男主却过不了内关 还教训妹子不要谁都相信 结果就听纵说只相信他 这个谁身上顶得着 雷鹰当即答应睡在这里 之后一周 两人各种做任务 享受着平静的冒险者生活 这天工会的工作人员告诉两人 南边的一座桥上有个恶棍出没 见人过桥就会上去找他打架 以至于现在没人再赶过桥 为了早日解决这个刺头 雷鹰在工作人员的拜托下 接下了这个委托 少让到两人来到南边的桥上 才发现这次委托目标 竟然是龙族的一名少女 对方名叫塔尼亚 根据族内的传统 一旦年满15岁 就要外出试炼 与世间的强者PK 尽管男主雷鹰 已经拥有世界顶尖的身体素质 可面对塔尼亚的时候 依然会感觉到吃力 甚至与宗二对一时 还被对方甩上了天 差点吃了几龙之吐息 意识到正面干不过 雷鹰决定用训兽师的方法解决 他让座帮忙争取三分钟 自己则来到一边 捕捉空中飞过的魔兽 与之达成临时契约后 他让魔兽回家摇人过来 飞一边 塔尼亚宇宙的战斗告一段落 刚抬头就遭到群鸟攻击 他气愤的驱赶走鸟群 长效男主的手段也就这样 结果下一秒 他整个人软倒在地 原来这鸟有毒 一群鸟更是毒上加毒 纵然强大如龙族 也会被麻痹 在短时间内无法动弹 塔尼亚见状只好投降 他本以为自己会被雷鹰卖了 让对方只是希望他能保证 以后别再对桥上的人出手 顺者为王败者为寇 塔尼亚能说啥 当然只能答应 雷鹰带着两人回去赴敏 得知事情解决 工作人员很是高兴 就是有些纳闷塔尼亚是谁 这脚这尾巴 难道是龙族 龙族的身份太过惹眼 雷鹰再三叮嘱塔尼亚要低调 结果转头一看发现 最后拉了个路人越战 只能说不愧是龙族 个个都是好战分子 之后三人来到城外 雷鹰决定放塔尼亚离开 不过他下次最好找个 不打搅别人的地方修行 否则又会惹出什么大乱子 然而塔尼亚却表示 不打算再继续这样的修行 雷鹰当时一点都不介意 谁会嫌弃多一个老婆呢 就这样雷鹰与塔尼亚签下契约 与此同时 把雷鹰踢出队的勇者们 终于意识到后期的重要性 便想把雷鹰找回来 等完成森林的探索任务 再把人踹掉 这黑心程度真的是勇者吗 说是魔王也不为过啊 另一边毫不知情雷鹰 带着两个后宫来到森林 准备消灭泛滥的史莱姆 找了一圈毫无所获 雷鹰只好找到一只鸟进行童话 也就是转移部分灵魂 将一时固定在鸟的身上 如此一来 他便可以借助鸟的身体 在空中俯瞰 寻找目标踪迹 很快 雷鹰便找到一大群史莱姆 塔尼亚让他别仗机动手 先拿这群家伙试试火球术 被以为没有多大威力 结果一出手 雷鹰整个人呆滞了 什么时候地级火球术 竟然变得这么强横了 塔尼亚在一旁解释说 这是因为雷鹰与自己契约后 获得了龙族魔力 而龙族魔力之强横 能在最强种族中排到第二 也难怪一个地级火球术 能释放出堪比核弹的威力 为了控制好这股强大的魔力 雷鹰在塔尼亚的教导下 开始拿史莱姆大军练手 很快便掌握了控制魔力的技巧 之后三人回到冒险者工会 交付完任务 拿到相应赏金 在旅馆美美的饱餐能一顿 吃饱喝足 在两人的询问下 雷鹰说起自己的故事 他来自于一个训兽式村子 之前超乎常规的训兽技能 都是村里人传授给他的 雷鹰很喜欢自己的故乡 可在他12岁那年 村子遭到魔物袭击 只有他侥幸逃过一劫 尽管内侍雷鹰还只是个孩子 但为了活下去 只能四处打工 直到半年前的一天 他加入了雍者小队 本以为跟他们组队 就能阻止和村子一样的悲罪发生 但后来才发现 雍者邀请他 不过是为了找个好使唤的牛马 雷鹰觉得自己很窝囊 伴奏两人却不这么认为 他只是想帮助别人 不想其他人激励 与自己一样的悲痛而已 不过说启用者那群人 纵两人忍不住怒火中伤 诺马他们不是个东西 雷鹰听得心情大好 就算脱离队伍又怎样 有他们的陪伴就够了 第二天 三人出城讨伐兽人 见塔尼亚合作 大杀四方 雷鹰在后面叮嘱他们小心 然而塔尼亚毫不在乎 他躺的龙族还能输给兽人 结果下一秒 他就翻车了 幸亏雷鹰及时帮他挡了一下 不然铁定是要受伤的 见男主因为自己受伤 塔尼亚的内心充满自责 明明雷鹰提醒过自己 可他却仗着龙族身份 把丁主的话当成耳旁风 这时雷鹰找了过来 塔尼亚向他道歉 可男主并不在意 还温柔地摸着他的头 说你没事就好 晚上回到旅馆 塔尼亚看着雷鹰的睡脸 想心脏忍不住 碰碰纸条 脸夹更是一片头红 看来这又是一个白给的 第二天 三人做完任务回城 突然被勇者一对拦住去路 雷鹰不愿多说什么 正准备带纵两人离开 就听勇者在那里PUA 话里话外强调他是个废物 纵两人听不下去 站了出来 这可把勇者一袭人惊呆了 雷鹰一个废物训兽师 何德何能契约得了 最强种族 男主不想和勇者纠缠下去 索性敞开了问他要干什么 只见这群人 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 恬不知耻地让他回去当苦力 如此行径 看了就让人倒胃口 雷鹰想也没想直接拒绝 怎料勇者这群人不要脸 竟以拯救世界为借口 对他进行道德绑架 说他们要探索了森林里 又打倒魔王的必要道具 如果拿不到 世界就会毁灭 男主不愿看到悲剧发生 只能咬牙答应下来 然而揍两人可不惯着他们 想让我们帮忙可以 不过在那之前 勇者觉得受到了侮辱 揪着男主的领子 威胁他关好宠物 这话揭露了雷鹰 上来就是一群 勇者一听这话 当即发出挑战 想看看到底哪一边更强 这是我见过最废的勇者小队 竟然只有都干不过人家一个 这俩一个号称世界最强魔法师 一个说自己说谁没眷顾 结果打完 就这 龙女塔尼亚捧腹大小 这么废物还敢大言不惭 林和米纳不新鞋 再一次发动魔法攻击 结果没开二度 塔尼亚解释说 这是元素底下 通过解析对象的魔法构造 再释放对应的魔力波 加以冲击 就能够底下魔法 换言之 你两人根本无法对塔尼亚造成什么伤害 塔尼亚起手 下得林和米纳瑟瑟发抖 顾不得维护勇者尊严 一个劲向塔尼亚道歉 另一边 作对战战士光头强 上来一对喵喵拳 打得对方怀疑人生 听到作笔是勇者小队的实力 光头强气愤的上大招 结果 但为了维护勇者面子 光头强只能嘴硬表示 说刚才只是手下留情 接下来的才是大杀招 光头强简直难以致行 刚才的喵喵拳那么强 竟然还没使出一半力量 他笑得瑟瑟发抖 质问他这么强大的人 为什么要臣服于一个废柴 这一句话可以说是雷区蹦迪 奇德揍上来就是一脚 直接拆了他不省人事 与此同时 男主雷应对战勇者 眼看对方废话太多 他冲上去就是一圈 勇者被激怒 打出剑弓去 自料始终都没刺到对方要害 雷医先是一拳 把勇者打妥协 紧接着又是一拳 红碎巨石 勇者整个人看傻了 一个废物 怎么变得这么强 然后他就听雷医解释说 这就是迅速师的力量 除了契约得到的最强种族之力 他身为迅速师 还一直训练自己 探透目标的能力 之前与勇者小队组队时 就已经抹起勇者的作战套路 雷医劝对方乖乖认输 结果下一秒差点被雷轰 原来勇者除了剑术外 还拥有专属的魔法 勇者又使用出其他魔法 雷医生之只靠戳击魔法 根本没办法抵抗 但魔法可不是迅速师的手段 就在勇者以为拿下胜利时 突然浑身麻痹倒下 原来刚才战斗的时候 雷医分神契约了阿尔锋 暗中对勇者使用了毒素麻痹 眼看雷鹰要动手 勇者赶紧打起感情牌 想让对方放自己一马 结果他一提 雷鹰更来气 不过看在他要拯救世界的份上 男主选择暂时放他一马 事后在塔尼亚的武力威胁下 勇者一行人秒变孙子道歉 可说起森林深处的装备 勇者又突然拽起来 命令三人拿过来献给自己 接下任务后 三人拿着地图来到迷失森林 却发现这里的植被长势迅猛 之前的地图已经失去了作用 眼看塔尼亚要放火烧山找路 雷鹰赶紧左折了他 然后呼唤来一只鸟 通过童话的方式探索森林 在找到进入深处的路后 雷鹰回到自己的身体 可奇怪的是 他明明是按照路线走的 却始终都在原地兜圈 难道说走错路了吗 塔尼亚并不这么认为 在光球代理下 三人来到一处 苍天古树前 塔尼亚表示 有人以这棵树为中心 对森林施加了结界 这才导致他们原地多圈 而现在破除结界的唯一办法 就是破坏这棵苍天古树 一道身影从古树中走出 雷鹰一眼就认出对方是 最强种族之一的精灵族 他们是魔法专家 魔力比龙族还强 因与人类爆发过冲突 精灵族200年前就隐居了起来 雷鹰想打个招呼 善而妹子对人类观感极差 压根就不听她说话 抬手叫用武力清除他们 离开之后男主一琢磨 总觉得精灵的态度有点奇怪 不过现在最紧要的是装备 塔尼亚让揍 找机会破坏术 却被雷鹰拦了下来 她还是想和对方谈谈 争取和平解决 然而精灵妹子并不想 见她执意不离开 当即召唤出魔法剑攻击 雷鹰站在原地躲也不躲 表示自己真的只是想聊聊 精灵妹内心产生一丝动摇 但还是再次发动了攻击 有龙族和猫灵族做担保 精灵妹勉强相信她是个好人 经过一番交流 三人得知她叫做索拉 而这里之所以设置结界 其实是为了隐藏精灵村的位置 得知三人是来替勇者取装备的 索拉当即回村一趟 把真实之盾拿了出来 雷鹰说要暴打她 却被冷漠拒绝 男主看出索拉的预言幼稚 问她是不是有什么烦恼 在大家的鼓励下 索拉将事情和盘托出 她有个双胞胎妹妹叫露娜 虽然性格不同 但感情很好 平时都在一起管理结界 直到有一天 他们为了办事 从结界中离开了一小会儿 然后就遭到了魔王军 暗影骑士的袭击 对方拥有魔法免疫属性 身为机灵族的他们 根本没有反抗的机会 而暗影骑士在挟持露娜后 威胁索拉解开结界 为了保护同伴 她没有答应 可当她回村子求救 村长却要她放弃露娜 雷一擦去她的眼泪 并保证会消灭魔王军 救回她心爱的妹妹 很快三人找到暗影骑士 雷一先手发动火球术 吸引住对方注意力后 宇宙配合着混合双打 帮暗影骑士发掘两人 来这里是为了营救露娜 反省一招准备杀人灭口 结果被塔尼亚倒下 她让雷一抓紧干掉魔王军 自己则先带着露娜撤离战场 暗影骑士见猎物逃走 起得原地放大招 看到这位一切被破坏殆尽 男主意识到不能再拖下去 只见她来到一旁 放开精神力 远郡离契约了一群阿尔风 不过这次她不打算用毒 只是让风群 扰乱魔王军失险 然后再对奏使用强化魔法 让她上去 与暗影骑士全力一拳 解决掉暗影骑士 三人把露娜送回索拉身边 姐妹俩相拥而弃 也很感谢雷音的帮助 不过经过这件事 两人对同族心怀戒弟 下定决心要离家出走 可以想到外面危险重重 又免不了一阵担惊设怕 终于看这个情况 赶紧招了两人入队 尽管精灵族讨厌人类 但雷音倒是一个例外 姐妹俩立刻欣然接受 这是雷音第一次 与动物和昆虫外的存在契约 心中不禁充满了忐忑 但好在过程非常顺利 回城之后 雷音把装备交给勇者一行人 见他如此迅速完成任务 四人的表情很是不好 毕竟他们自诩甚高 突然被瞧不起的人比下去 心情自然不怎么美妙 但考虑到接下来的任务 主勇者之外的三人一致决定 邀请雷音重回小队 只是那个语气嘛 语气说是求人 不如说是施恩 就在雷音七的咬牙切齿时 雷音拒绝了他们的邀请 因为比起功名利禄 他更想要值得托付的同伴 勇者看着愿见的装备 回想起被雷音胖做的事 心底的憎恨变得越来越浓 与勇者一行人分开后 索拉表达了自己的疑惑 魔王只能被勇者干掉吗 雷音对此表示 初代勇者通过与神的契约 获得了神之血 这样勇者一脉 拥有能够突破常人极限的能力 只要通过不断积蓄力量 就能拥有皮地魔王的实力 听到这儿 索拉更疑惑了 要这么说的话 他每次和最强种族契约 拿到相应的最强技能 其实也是突破极限的一种 看着大家期待的目光 雷音的内心也产生了动摇 不过消灭魔王不是件小事 他觉得还是考虑一下为好 这天早上起来吃早餐 后宫们突然建议雷音去搞个装备用用 虽然地节契约后开了话 但总不能吃手空拳战斗 雷音一听觉得有理 吃完饭便和后宫们上街去 舍恐的精灵姐妹花 一左一右挽着雷音 深怕身份暴露引来麻烦 但看着塔尼亚合奏 和城里人打成一团 心里又不禁有些羡慕 这时 一群小孩子走过来 说他俩长得可爱 像花仙子 索拉被夸得小脸一红 洛娜却摆出一副反配脸 很快 无人来到城里最好的武器店 老板是个矮人族 对上门的客人相当冷淡 也不介绍下店里的武器 只要人挑选自己喜欢的 于是雷音寻了把匕首 可当他打开刀鞘 却发现匕首质量不太新 这时 一个冒险者上门 只见他掏出一袋金币 说要店里最高级的武器 矮人从旁边架子 拿了把冒险者接过来混了混 觉得手感不错 满意的走了 大家觉得那把剑很好看 但雷音却看出一些门道 当做装饰品确实无可挑剔 可如果当做武器的话 根本就是一把废铁 而且除了那把剑之外 店里所有的武器都是这样 听到雷音的话 矮人哈哈大笑 还夸他的眼光不错 店里摆出来卖的武器 都是他的练手之作 至于那些精心打造的武器 则被藏在一边的架子上 而他之所以考验客人 实在是最近的人眼高手低 胜利不见得怎么厉害 只知道砸钱追求高级武器 好武器落他们手上 根本就是被遭见了 矮人很欣赏雷音的眼光 当即表示 愿意为他打造一把迅速是专用武器 不过现在有个问题 他家祖传矿洞中的秘银 突然一夜之间消失 所以他希望男主接下委托 前去调查原因 画面一转 雷音五人来到冒险者工会 工作人员注意到姐妹花 本以为是男主的熟人 子浪露娜是这么说的 雷音差点跳进黄河洗不清 好不容易解释清楚 赶紧接下委托 带大家离开 很快 一行人抵达秘银矿场 雷音认为秘银的消失 与偷盗者脱不开关系 于是没有轻举妄动 只是蹲在门口观察情况 这时头顶盘旋老鹰 发出一阵阵刺耳的提叫 接着并有两人从矿洞走出 雷音想抓住他们打探情报 便让组两人下手轻点 结果 男主本以为问不出情报 却听索拉说 精灵族有种魔法 可以亏在别人的记忆 是实证如雷音预料的那样 这伙人确实在盗财秘银 而除了这两人外 还有五个同伙 帮助雷音后 姐妹花小摸头奖励 并未听纵说这样很舒服 在行动之前 雷音提醒大家要小心 因为他们行踪已经暴露 而敌方的队伍中 也有新手师 与此同时 盗财的人为了不被抓 决定先下手围墙干掉男主 则到双方刚一碰面 他们就被妹子们秒杀 迅兽师也没想到 队友这么废 当即照来比起魔物 贝希摩斯 可魔物天生对人类有敌意 怎么会受人类的去世 知道大家纳闷时 就听迅兽师说 这是他从小一手养大的 所以才会这么听话 随着迅兽师一声令下 贝尔摩斯向男主发动攻击 眼看矿洞开始要欲坠 男主让后宫先把其他人带走 自己则留下与魔物对抗 不过接下来的剧情 让人很迷 明明雷鹰已经和最强种族契约 拥有各种开挂技能 但就是不玩秒杀那套 非要跟后宫商量什么 擒贼献祭王的战术 怎料迅兽师就算被制服 也压根不停谈那套 然后雷鹰就来了个骚操作 篡夺了迅兽师对魔物的控制权 本以为这是男主又收一个宠物 结果我还没想到 下一秒被尔摩斯暴走 雷鹰一掌火球术 将其秒杀 这就让人很无语 有那个能力秒杀 却非要过上两招 何者就是要水剧情呗 再之后雷鹰通过询问得知 这伙人之所以倒财灭营 就是为了报复矮人高价卖垃圾货 得知背后的真相 矮人也做出了反思 决定以后不搞什么虚的 一定诚心诚意面对顾客 毕竟再来这么一次 就算是邝东是祖传的也要破产 与此同时 勇者小队在招募训收尸 可无论来应聘的人实力有多强 只要没有雷鹰这么强 勇者都会选择pass 眼看他的心态已经失衡 身为圣女的米娜上前一步 想要劝他放低招人标准 结果反被他训斥一通 在米娜离开之后 勇者拿出一枚不祥的戒指 似乎勇意对雷鹰下黑手 另一边毫不知情的男主 正带着精灵姐妹花逛街 还给买了夹心肉狗吃 雷鹰宝菜一顿后 姐妹花问他与精灵契约后 得到了什么样的能力 雷鹰感知了下 表示什么都没 这样两人一顿泄气 我们果然是最没用的水魔 雷鹰一踢 在男主的鼓励下 姐妹花重新振作起来 就在他们返回旅馆的路上 一个穿着骚包的男人出现 这个男人叫做埃德加 是低频县城领主的儿子 见姐妹花不乐意 还有雷鹰在一旁阻拦 他当即迟使护卫抢人 直到男主实力过强 竟把他的人全部放倒 埃德加见状也不放弃 反手把刀 架在民众脖子上 要挟雷鹰立刻把人交出来 正所谓要脸的怕不要脸的 男主不禁迟疑起来 但想让他交出姐妹花 做梦 恍然间 雷鹰突然悟出 魔法术士 原来通过与精灵族契约 男主得到了连续勇唱技能 埃德加一看 手下全面 只能留下狠坏 回来的逃走 回去旅馆 雷鹰把今天的事 一一告诉给塔尼亚合作 还说埃德加这个人狠色 仗着老地友圈 在城中肆意横行 抢抢名女 塔尼亚一听 当即表示 要去一把火 烧灵主府邮 却遭到雷鹰的阻止 虽然他很想拯救城镇的人 但更不想让后宫们涉险 或许离开这里 才是最好的选择 后宫们看出他心中所想 当即表示 不用担心 他们也很想保护这个城镇 就这样 大家一致决定 解决掉灵主 拯救这座城镇 第二天 雷鹰来到骑士团 安道理讲 骑士团是国王派来 负责维护城镇之安的 只要有人前来报案 就能进行犯罪搜查 可到男主让他们去调查 埃德加的罪行时 骑士团却反过来倒打一耙 说他在诬蔑埃德加 雷鹰瞬间明白过来 两者已经勾结到了一起 在两人离开之后 一名女骑士找上了他们 她叫做斯特拉 是骑士团地平县城分布的副队长 与其他同流合污的骑士不同 她非常希望领主受到制裁 于是找上两人寻求帮忙 竟然双方目的一致 男主便与其达成了合作 但想要搞垮领主 必须拿到证据 不然他们会被以反判罪处死 他们对外宣称城外仓库 藏有领主勾结骑士团的证据 从而吸引骑士团上钩 等他们进入到仓库 就来一出瓮中桌边 在姐妹花的魔法攻击下 仓库里的骑士全员凉凉 为首的队长也被特斯拉大意灭亲 与此同时 骑士团分布也被塔尼亚两人控制 埃德加得知此事 多不可遏 正准备让自家军队出手时 勇者突然出现 他表示雷伊能驾驭最强种族 寻常军队根本不是其对手 然后丢给埃德加一枚 能够杀死目标的魔法戒指 让他去解决雷伊 所有和主角对着干的反派 内心都有一种迷之错觉 那就是他行我也行 甚至更好 于是得知男主契约的最强种族 个个还都是漂亮妹子后 这个叫埃德加的反派 第一个想法就是打了男主 然后接盘对方的整个后宫 不得不说 普兴这块女士拿捏的精髓 只是男主能爱你的套路做骂 当然是不可能的 知道这个埃德加不干人事 喜欢拿百姓性命当妖邪 男主就让后宫兵分两路 一路去大战门口扬宫 吸引注意 一路随他潜入府邸侵救人质 洛娜使用元素贪知魔法 确定人质的具体方位后 又在地下发现了不寻常的存在 说不定又是一个最强种族 雷伊无法放任不管 约上姐妹花去救人质 他来到二楼的神秘房间 打开门一看 发现监牢里囚禁着神族的狐狸少女 雷伊连忙破坏铁锁 帮少女治疗身上的伤 她叫做丽娜 曾经在神社说外人敬仰 直到有一天 埃德加闯入村子 以村民的性命为要挟 强迫她带上奴隶项圈 从那以后 身为神族的她 就沦落为了低等奴隶 天天被埃德加打骂 雷伊心疼丽娜的遭遇 便想帮她取下奴隶项圈 尽管上面强大的支配魔法 没有主人允许 根本打不开 但开了挂的男主却表示 支配和训兽一举同工 就这样雷伊举一反三 成功驯服奴隶项圈 还给丽娜人生自由 果然 开挂这方面还得看龙奥天 就这万物皆可驯服的手法 哪天驯服魔王都不奇怪啊 另一边 后宫团捣毁林主府 顺利与雷伊在大厅碰头 结果看到她又救了个妹子 做很喜欢毛绒的妮娜 错上去就是一顿疯狂贴贴 这时 林主从楼上跑出来 她本打算逃跑来着 没想到与男主装个阵着 直接自投罗网 埃德加见老爹被抓 当即抬手对雷伊使用急死道具 下一秒 巨大的死神虚影出现 一连到刺穿了男主心脏 见证这一幕的勇者 心花怒放 心想碍事的人终于嘎了 然而事实上 雷伊半点伤眉手 甚至头发丝都没少一根 后宫们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超未继的急死魔法 对她们有半点作用呢 洛娜想了想 突然有了个猜想 洛娜表示 雷伊与她们姐妹契约 除了得到连续勇唱技能外 应该还得到了异常状态无效化 所以急死魔法才没有起作用 爱德加看到男主没事 内心充满了不甘和愤恨 受到这强烈感情的影响 沉睡在戒指中的魔族缩醒过来 雷伊见到这个场面 脸上的表情变得惊恐 因为这个魔族就是 毁灭她故乡的最可获守 而现在她缩醒过来的首要目标 就是整个城镇的百姓 雷伊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把城镇居民 拜托给女骑士斯特拉和尼娜后 便带着其他后宫找魔族兑现 技奏和塔尼娅的物理攻击后 男主用装备束缚住魔族 然而这些都是阳弓 真正的杀招是精灵姐妹的魔法 等到烟雾散去 魔族毫发无伤 她觉得五对一不公平 于是召唤出大量魔物助阵 虽然这些玩意儿实力不咋地 但能够被反复召唤 无险复活 接下来双方你来我往 无论男主一方怎么攻击 魔族都毫发无伤 甚至还释放魔法轰炸城镇 男主见情况不妙 立刻给揍两人施加强化魔法 这一回虽然有点用 但不大 就算废掉了一只胳膊 也不影响魔族大开杀戒 眼看对方要带领大军毁灭城镇 塔尼娅张口喷出龙溪 却因为魔族飞的太高无法触击 雷音倒是有个可尝试的办法 但这期间居民会受到伤害 见她如此为难 精灵姐妹表示 他们可以用传送魔法阵送走居民 就这样大家兵分两路 索拉和露娜自知人类不会相信精灵族的话 于是找到斯特拉帮忙证明 但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站出来 她愿意相信姐妹俩是好人 然后头也不回走入魔法阵 有了第一个 自然就有第二个 最后所有居民都站到了魔法阵中 索拉负责转移居民 露娜负责掩护 尼娜在旁边默默看着 内心充满挣扎 与此同时另一边 冒险者受到工会的拜托 与雷音一同抵抗魔物进攻 矮人老头也贡献出了 平生打造的最好武器 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 雷音成功突破大军包围 来到魔祖所在的高塔下 然而距离还是太远 根本没办法实施计划 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 尼娜迫过来抱住男主的腿 左两人一听激动了 听说神族能操控空间 说不定能带雷音靠近魔祖 这时又来一群魔物 左两人当即决定留下断后 雷音责备着尼娜一边躲闪 一边飞檐走壁 不断向魔祖靠近 魔祖见状放出大招 在尼娜的代理下 雷音不断的瞬间移动 无论魔祖飞到哪里 都无法摆脱 男主给自己施加了增幅魔法 然后与魔祖抢夺魔物的支配权 眼看就要被魔祖反噬 雷音脑海中响起伙伴们的呼唤 他瞬间振作起来 在男主命令下 魔物冲上前 叫魔祖撕碎 危机解除的同时 尼娜也精疲力尽 眼看两人从半空中坠落 塔尼亚及时赶来 这才没让他们摔成肉饼 城镇恢复了往日的和平 重建工作也按部就班的进行 斯特拉告诉男主 他是整个城镇的英雄 让雷音却不这么认为 你见过哪家训兽师 能契约最强种族跟勇者抢饭碗的 这件事之后 尼娜与雷签订契约 顺理成章加入这个大家庭 而男主也收到工会表彰 不仅等级提升到C级 还获得了大笔豐厚奖金 不过他现在有个烦恼 旅馆的房间太过拥挤 队伍里又有六个人 所以男主想问问工会 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工作人员一听 建议他直接买房 工会不仅会帮忙介绍房产 还会给予一定的购房补贴 大家对此没有什么意见 只要能和雷音一起生活就好 达成一致之后 工作人员带他们去参观房子 让逛了一圈下来 都不是特别满意 直到最后一栋二层小楼 有大床有浴缸 却豪华配置 价格还非常合适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这房子闹鬼 总一听 吓得顿时浑身发毛 其他人倒觉得没什么 比起鬼 穷才是最可怕的 雷音想了想 决定先调查下 如果能解决问题就买下 很快 人人进入到小楼 却发现里面收拾的十分整洁 就像有人定期打扫一样 就在这时 家具全都动了起来 见索拉两人要进化自己 女幽灵立刻躲进精神剑避开 虽然精灵姐妹有办法对付精神剑 但威力太大 会让房子灰飞烟面 幽灵一听 更加激动 催促中人 快点滚出去 但见雷音等人无动于衷 她决定去下活最胆小的揍 结果我也没想到 坐背下的进入暴躁状态 只有物理攻击 就能伤害到幽灵 精灵姐妹封闭房屋 让幽灵无法逃入精神剑 塔尼亚也抓住了揍 让她重新回复冷静 幽灵一看情况不妙 就想复试雷音 死了对方一伸手 竟让她动弹不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男主解释说自己是训兽师 曾经跟老家邻居学过训鬼说 幽灵觉得很离谱 你老家咋什么都叫呢 不过眼下她无力反抗 只能选择顺从雷音 跟她好好聊聊 通过聊天得知 幽灵名叫蒂娜 生前在别的地方当女婆 当时的主人是个 爱拷问的变态 等她回过神的时候 就已经被嘎了 雷音问作 会不会害怕蒂娜 虽然回答是肯定的 但只要和大家在一起 就不怕 经过大家的同意 男主邀请蒂娜留下 雷音顺利买下房子 带着后宫团在这里定居 从此开启新的生活篇章 而勇者一队则遭到百姓破码 谁也不愿意卖物资给他们 百姓们甚至认为 别起他们 雷音一队才是真正的勇者 新手师被逐出队伍后 邂逅最强少女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这部一世界翻 满满都是套路 前五集看起来爽不还行 但越到后面 越水都不鞋 甚至男主的人设 还有点崩 对这部翻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上网搜索正版资源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